新星頭梁班子又傳出有人跳船 主角是來自盟友民建聯 民政事務局的政治助理徐英偉 他就會回到民建聯出任總幹事的職位 正程早在月初已經報導過 民建聯有意召回加入政府七年的徐英偉歸隊 甚至有意安排他參選今年和明年兩年會舉辦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 當時我們都有向徐英偉求證 他就說為參選而辭職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辭職不是為了參選而是令有高就 當時的否認其實都不算是說謊的 我們聽聞徐英偉早在一月的時候 已經向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提出了新職位的申請 不過就一拖再拖 民建聯的總幹事一職 其實在去年八月已經完空 民建聯曾經希望徐英偉是今年一月離身 不過去年年底發生了佔領行動 為免在非常時期被人覺得有人挑選 徐英偉才多留一會 民建聯在四月中改選領導層的時候 到時就會一併宣佈新職位的任命 至於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的職位 其實都已經找到人接手了 我們聽聞其實民建聯提名過另外兩個黨員 但都被局長曾德成拒絕了 最終曾德成就不求人 自己找來一個比徐英偉更年輕的人接入 我們就向幾名知情人士打聽過 不過他們都異口同聲說不是一些熟悉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由左移入了 瞬間已經由右移出去了 徐英偉由船主門轉出來之後 就會負責統理民建聯的職員 迎接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兩場仗 總幹事的薪酬和立法會議員差不多 月薪也過八萬元 不過比政治助理的十萬元少 打工仔很自然就會問 為何有人願意自願減薪 我們都請教過不少過來人及局內人 有人就說在熱廚房裏面 一個一洞都被人盯緊 投資又要顧及有沒有利益衝突 反而在政府外面 不少人在過去幾年 已經因為炒股炒樓炒泡而富起來 賺少些換離投資的自由 早走反而早享受 問責官員在就業 程序上一定要經過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一關 民政事務局掌管地區支援 亦都支援區議會 徐英偉怎樣解釋 去到民建聯操盤之後 是沒有利益衝突的呢 我們打聽過民建聯和政府內部 都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究竟為何呢 我們就會密切為大家留意著 日後委員會披露的文件